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综合实力日益增强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同时 我们的战略伙伴也越来越多 众所周知 我国和巴基斯坦的情谊 真的是难得可贵 巴基斯坦也是我国外交策略中 唯一一个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 可巴基斯坦为何突然改变主意 放弃从我国购买导弹 反而购买西方国家的导弹 巴基斯坦此举是不是变心了呢 是不是意味着中巴友谊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次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和点赞按钮 方便您查看我们往期的精彩视频 选择导弹系统并不是 我们上街买菜 那个便宜就买那个 导弹系统作为舰队第一层 也是最有力的保护盾 对于舰队的安全性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在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等方面 我国对巴基斯坦从不吝啬 非常大方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中巴之间合作良多 近年来为了扩充军备 增强国家防御能力 巴基斯坦不断向老大哥中国购买各种武器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巴战争之时 深陷绝境的巴基斯坦就向我国火速求援 由于近些年我国的军事科研能力不断提升 巴基斯坦也成为了我国国产武器的忠实粉丝 常常在我国购买各类武器装备 从印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国内95%的人口都信仰伊斯兰教 自独立后便长期和印度保持斗争的原因 就是印巴两国都想要对克什米尔地区有实际控制 印方多次挑衅巴基斯坦的边防地区 印度海军也威胁威胁巴基斯坦 但由于巴基斯坦的海上力量较为薄弱 也为了消除这种威胁 急需要扩大海军规模 然而美国却在第二次巴印之争时 放弃了巴基斯坦 选择支持实力更强的印度 而当时中苏关系也处于冷淡期 苏联也是选择支持印度 进而利用印度遏制中国 孤立无援的巴基斯坦人深感绝望 可又不愿意服输 只好尝试着请求中国出手相助 印度虽然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但是其原有的文明不断遭受外敌的入侵 国家成分是很复杂的 但是印度较在印度的地位 从来都没有过动摇 更换老旧的作战军舰 装备更强有力的武器 在面对广阔的印度洋海域时 巴基斯坦需要同时满足远洋巡逻 防空航潜等条件 当时尚处一穷二白的中国紧急向巴基斯坦 提供了3000多辆坦克 火炮以及战斗机等一些武器装备 为巴基斯坦解决了当时的困境 不过中国初期的援助只是在军事基础设施 在中国的帮助下 巴基斯坦成功渡过了这次难关 就此中巴开始建交 看着中巴关系越来越好 苏联方面就有些眼红 急忙拉拢印度成为盟友 但其实我国研发出的54型驱逐舰 也是巴基斯坦备选之一 各方面性也能符合他们的要求 但由于其价格及维护费用较高 对于本不富裕的巴基斯坦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2007年1月 在我国生产的第一批FC一战斗机 就交付巴基斯坦空军第14中队服役 并配备了最为先进的导弹 就在2018年 巴基斯坦还购买了中国的四艘054护卫舰 中巴两国为了解决边境的问题 历经两年的谈判和勘探了后 签下了中巴边境协议 由于对各国领土问题没有了争议 彻彻底底地将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是因为中国的弹道系统 不如英国人的先进 从而让巴基斯坦放弃了老朋友 而选择了看上去高大上的信天翁 当然并不是中国的导弹系统不够优秀 也不是信天翁导弹系统更加优越 在多方现实因素的考虑之下 巴基斯坦选择购入了土耳其的 没有级轻型护卫舰 瞄准是轻中型护卫舰 主要负责护航 警戒和掩护作战等任务 满载排水量大概在2000吨级 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友谊是有目共睹的 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铁哥们 两国之间就军事武器的研发与合作 在未来也是朝着更友好 更深层次的发展进行 可中巴两国之间却毫无隔阂 甚至在边境线上巡逻的士兵 还会分享本国食物给对方 出现相互蹭犯的情形 中国也是为了巴铁不受欺负 给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英国和土耳其 共同研制的信天翁航空导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在阿斯拉姆短程空对空导弹的基础之上 经过改进而诞生的短程防空导弹系统 它最大特点就是小巧 并不是巴基斯坦不想与我国合作 但就其性能和需求等方面来看 相比于054驱逐舰 瞄准则更适合巴基斯坦 而这次巴基斯坦购入导弹的决定 也是为了装备瞄准护卫舰 巴基斯坦在向中国购买武器的同时 也会从美国、俄罗斯等一些军事大国 购买一些其他高端的先进武器装备 其中就包括巴基斯坦在土耳其购买的信天翁 并打算配备兼容的导弹防空系统 这种护卫舰本质上是一种巡逻 和突击时使用的低成本军舰 舰体空间也小 军舰上的空间可谓是寸土寸金 原计划装备我国的猎鹰80牛导弹 虽有射程优势但占地面积大 容易受到信号干扰 而且信天翁办主动红外制导的研究方式 抗干扰能力要比红旗16的表现更好 但是信天翁也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的 信天翁的体型小 这将会导致它的杀伤性 会低于传统的监控导弹 在最初的想法里 巴基斯坦打算购入我国的红旗16 垂直发射系统 既可以方便先前购入的 我国054APP型护卫舰 又能与我国实现在次合作 然而巴基斯坦海军很快发现 中国的导弹和欧洲军舰不兼容 即使硬要改装 也有可能会出现安全上的问题 而真纳护卫舰上的雷达和信天翁防空导弹 两者之间兼容度很高 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信天翁 选择购买欧洲制造的导弹 只能说是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导弹 如果因为两国情义花重金购买了 一个不合适的导弹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国更不会强买强卖 导弹作为一种军事武器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国防安全 和在战争中对敌军进行有效打击 既然如此 购买导弹就是为了实现上述的两个目标 我们要明白根据需求 去选择合适的才正确 不能因为交好就限制巴基斯坦的合作 巴铁所为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更是于情力之中的 我们就不需要过度的揣摩猜测 其实巴基斯坦放弃中国制造 也不是第一次 早在2016年 巴基斯坦就曾经放弃过中国的直实武装直升机 转而购买了土耳其的T129直升机 毕竟我国军工讲究顾客的需求 才是最重要的 朋友归朋友 生意归生意 作为我国的好朋友 我国也是希望巴基斯坦越来越强大 我们应当一起成长互相帮助 达到双方共赢的结果 才能称得上是好的盟友 合作应该是世界性的 你来我往的 我国之所以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正是因为胸怀广阔 其实中国和巴基斯坦 这种单一的军事贸易合作 也可能会凸显出 一方军事武器上的不足 如今巴基斯坦大量购置美制军事装备 土耳其军事装备就会弥补这些不足 只要两国能在未来的方向上保持一致 一起努力 一起互帮互助 中巴友谊必然会一直存在 中国帮助过很多国家 也养出过不少白眼狼 但巴铁可谓是吃水不忘挖井人 我们的国内环境团结和谐 对外交往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高举和平旗帜 我们热爱和平 有着属于自己的坚守 在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上 不乏不息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不妨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长按点赞两秒可触发强烈推荐 让更多的人看到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